這條是2014的29條 這條你可以當是Hall Effect這樣做 但如果你不用Hall Effect的話 你用Magnetic Force的計法也可以 現在我們看看題目 Pq這個Potential是高於Sr 所以我們可以叫這一邊做繩 這一邊叫做負 於是乎如果Current是由這邊走過來的話 而這一塊是Metal來的 所以Electron就會倒轉走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要令到Electron 有一個在這邊的Force 如果有一個在這邊的Force的話 那些Electron就會推到Sr那邊 就會做到現在這個Potential 於是我們嘗試做 這個可以用Firming Slap and Move的處理 現在的Force就在這邊 這個B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而I的Current就在右向左 所以我們看看 用Firming Slap and Move F向這邊 B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I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找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這樣 好 如果我們用Left Hand Rule就會這樣 我嘗試從這個方向畫給你看 這樣 我們用左手 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 我的Current就會向這邊 I向這邊 好 我的F要求呢 就是Into the Paper 根據Firming Slap and Move的話 你會見到 那個Matic Field 應該就向這邊 向上的 在這張字裏面 這樣就剛剛三個方向了 於是如果這樣的話 答案應該就由 那個Matic Field應該由Q-P 所以這次答案呢 就位了 Boy